这鱼香肉丝肉的份额还是蛮扎实的 满满的辣个盘子就爽 再来上两盘拔片的油肉 纯香版的 最后一盒米饭 哈喽 大家这是应该还要胖久 今天我们来东西湖来吃一家 据说非常好吃的鱼香肉丝 也是这边排名第一的川菜馆子 前他家排队就是非常的凶 这段时间街上人少了点 说不定排队会快点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就是这里了 加成川菜馆 我回去先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菜单 对第一批升级成功的 我大概是刮了五天左右 烧了有两到三天 味觉啊嗅觉都丢失了一天左右 好好吃一样好好睡觉 等烤了再吃一样的喝辣的就好了 这鱼香肉丝肉的份额还是蛮扎实的 这肉片特别真的 要米饭上一下谢谢 肉片非常的滑嫩 这肉片大概小小三点 还有一点泡椒的香味特别棒 赶紧整点饭下一下 这鱼香肉丝真的太爱吃了 该饭了 用这个饭拌饭肯定特别绝 盘子虽然不大的 分量还不错 这鱼香肉丝的香味 大葱的香味 好大块的肉丝特别得紧 这鱼香肉丝和着米饭 点了一整盘椒也玉米 这鱼香肉丝和着米饭 这个菜就要拿勺子吃 玉米表面裹着一层老薄的腹 十多辣菜来喝这个 水煮牛肉丝特别烂 再来上两块大片的牛肉 饭上这么一盘 哎你为什么烧了 我已经给我再来 浆的飞上面 几乎没有什么纤维感 特别滑的特别入味 把花椒调一下 再来一碗饭 纯香版的 关键签章可能比肉多好吃 它的麻辣味 蒜香味后面就回上来了 青菜也都不要吃 稀薄的油 餐菜就是加饭 看这个葡萄片 看起来 不稀薄的油 不知道吃起来的 这还是很特样 像薯片一样的味道 就是表面有一点点油 给了姜葱子来一起炒的 这时候吃呢 焦鱼的味道就变得刚刚好 吃了很多 还有一半 这一口 看的时候特别香 鱼香肉丝 可能是哪个天才 熟吃香烧的 完美菜品 发明鲜肉丝也太会吃了 我已经吃了两碗饭 但我还认不住再来饭了 这青菜真的下饭超棒 一半鱼香肉丝 一半水煮牛肉 小小小酸甜糕 跟它咸香的水煮牛肉 小小的酸甜糕 太爽�ivan 最后一盒米饭 这已经吃的太多了 而且每一盘菜都还剩一半以上 这边牛肉也还要腐脆 这个菜我觉得足够两到三个人 其实没有一点关系 还有这些菜我就打包回去来 看来价格虽然不便宜 但分点还算不错 人多一起来吃 我觉得还是蛮滑方的 本次消费170大家觉得怎么样 第二天的话我觉得人家就是七八十二消费 价格会比普通加上贵一点 但味道也还算不错 好了这也是应该还要胖的就不懂 如果还有什么好吃可以直接评论或者私信我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直接点赞投评转 或者直接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